陈金莲的粉丝数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485.1万 这是我截取的最新数据 你们有没有好奇过 我也很好奇 然后我就去他视频下面评论里边去找了一下 然后找到答案了 你们看啊 亚南我刚关注了你 放心 我来买你的货 然后等发货了再退货 还有就是关注了你之后 想骂你 容易找得到你 反正就是 还有这大哥 问这个 能关注他的都是一些 什么样的粉丝呢 我就点关注了 主要为了骂他方便 难怪他这么火 我也关注他了 我也关注这个陈亚南了 说实在的 我跟这哥们想的是一样的 就是方便 方便知道他直播 然后方便去直播间里边 那个叫捍卫正义 替天行道 然后接下来往下走 支持 亚南 还点了三个手指 是吧 现在太多渣男了 像小猪 王立宏 王立宏 吴亦凡等等 你就是我们渣女的典范 渣女从你做起 我们随后 我大刀都拔出来了 差点杀不住 也是啊 最近这段时间你说这个是这些渣男们的确是有点太过了是吧 像这说的小猪啊 王立宏啊 是吧 吴亦凡呢 都是渣到几点了 而像渣女的话说实在的少有啊 像那个陈金莲这种的哪更少有是吧 顾不起水军了 水军的评论都没了 这也是我很纳闷的一点啊 你说网上都有这么多人来骂我是吧 我最最后我给你放一张那个骂我那个图啊 就是你说网上这么多连我这种小号超级小号都来骂我了是吧 那为什么陈亚男这种他又能删评论啊 我待会给你念几个他删了评论的 为什么没有陈亚男的支持者来给他评论呢 啊 就是你不去反驳你骂我骂的可起劲了 那你去支持一下他呀 我觉得他可能觉得骂我这种小号没什么 反而去支持陈亚男他可能觉得调身份吧 是吧 下接下来这个举报的啊 这个你举报的用户陈亚男的直播内容 经我们核实存在违规行为 以对用户进行终端直播间处理 感谢您的监督 他之前直播的时候 我记得我看过一分钟 当时当时我就很纳闷了 就是弹幕所有的弹幕 你记住啊是所有的弹幕 全都是支持亚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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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 这你知道 这别说陈亚男了 咱就说谁 说说一个人 刘德华啊 这够大腕了吧 他直播的时候也保证不可能是百分之百都是支持刘德华的 绝对会有黑粉进来的 而当一个这个大众都想封杀的主播就去去去直播的时候反而都是支持他的这肯定是不对劲啊是吧 然后这哥们下边还评论呢还有四百多文憨憨关注啊 我又是那其中一个 然后这哥们提醒了一点啊 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发货后拒收自己不用出运费啊 有运费险的商品啊收货给差评后再退货退货率高带货口碑评分低他就没他就没带货资格了如果未发货就退对他对他有好处没坏处啊 这记者啊就是像这哥们说的是的啊要努力为陈亚男的直播事业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是吧 然后这个哥们这姐们竟然把我评论删了各位申请退货一定要等发出去了有物流信息之后再退别拍了就退 还有这个一定要往偏远地区去发啊 是啊你说要发的太近了这这这还没到呢 这还没到呢你就退了这对于谁都不好是吧 对陈亚男你要做出一份鼓励 然后这姐们可把我牛逼坏了心累一晚上投诉十几次我容易吗 然后下边还有人评论呢更把我牛逼坏了货在路上我都确认收获差评了几十个 亚男带货我评分越来越低和我还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真的和你有关系这个这种才是正能量嘛是吧 然后明天我查查他做的工艺这是他自己说的 我今天去看了一下就是因为之前我也说过他好到期了嘛 他发那几篇小作文每一篇小作文就包括之前老早的只要是他发出来的我都给他评论过 然后我今天在去看的时候所有那些小作文啊 甭管是道歉的还是捍卫自己的全都没了 全没了一篇都没了啊 啊就像蹦蹦哒哒的这种了你说你也没个才艺你也没个身材是吧 而且包括他说做这个公益是吧 你做公益你这话呀要么你就别说是吧 说白了做公益本身来讲谁都没办法绑架谁是吧 你做公益那你想做就做反过来 你现在直接把之前那个删了你啥意思 然后不要忘了他自己说的两年个人所得全部做公益的 我有录平为证 他自己删了也没用 哎呦我下面啊就是等着他发这一类内容 我也绝对是第一时间保存 亚兰你的粉丝太厉害了总是举报举报的你下包 为什么为什么 然后下面还有人说呢 希望他好好反思离婚了也心情不好 粉丝怕他直播长了时间累着 好这这姐们这姐们应该是 就是最年礼带刀的吧 亚兰2020今年不想再看到你了 看到你我心情就不美丽了 祝广大网友元旦快乐 大家努力幸运永伴永远发大财是吧 我本来也不想看见他来着 谁让他自己帮出来了是吧 重要提示啊这个重要提示很重要 小黄车旁边的三个点点投诉 就是那三点啊 就说机器人刷屏 网络水晶控屏 公平虚假 舞蹈粉丝就可以了 投诉来一波已经成功了 今天直播我投诉公平搞虚假 有人在后台违规操作软件 诱导消费者平台回复局报数师 加油支持正义漂亮 你说吧 今天这读评论先到这啊 然后我接下来的下一期说 你说就整个来讲吧 陈亚南其实怎么说呢 自己一手的好牌 现在真的是打的稀烂啊 你知道什么叫稀烂吧 就谁也没有想到他作为一个 就是他把道德踩在脚下的这么一个网红吧 然后等到他官宣这个所谓的离婚 其实没有离婚嘛 因为没有领结婚证 就没有存在离婚这件事 然后他把自己非得架到火上烤 然后整天烤 你说相当于什么啊 就是本来这是一场平淡无气的小烧烤 然后他今个拿出来一串羊肉串 明天拿出来一串牛肉串 然后呢 时不时再来点自己给自己撒点自然 撒点辣椒面 然后撒点盐 是吧 那你说我们这帮吃瓜群众 怎么能放过你呢 是吧 反正我们就纯粹吃瓜的啊 我不介意说是 不介意 谁攻击不攻击我啊 我过来看一下 我给我给你找一下啊 那个真的是威胁我的那个 而且这个是在我之前视频里边刷屏了好多的 然后说告你又怎么了 如果我是陈家人 我就千方百计找到你 好好的把你收拾收拾你 你说你就不能说话说的好一点吗 女兵这么大 你大哥 九年义无教育白上了 这一期先到这下一期接着聊 好好的 好好的